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吕宁斯老师 他就有点苏俄情节 其实今天请吕老师来 是一个好久的约会了 为了什么呢 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雷克·谢耶维奇 那个时候 他刚得诺贝尔奖 致他领奖词的时候 我就约吕老师 因为他翻译了 你说这叫郑巧 他翻译的是出版 我是女兵 我是女人 你有一个正确的名字 实际上他的原名应该叫做 在战争中没有女人的面孔 按字面翻译 那么我那个时候把它翻译成 战争中没有女性 那为什么最后书名变成 我是女兵 我是女人呢 我是女人 可能女人比较好卖 女兵也好卖 女人也比较好卖 主要是一个卖 我认为 确实卖得不错 是 有这俩女字我都卖 是吧 他都已经获奖 就不需要这样 你可以改回去 所以你就知道标题党不光互联网上有 出版社都有标题党 是吧 而且呢 我上次跟这个刘老师说 我说你这是译者呀 你他得奖了你给聊聊 他说我正在翻译一本书 你等等我 正好这本书 我们也可以 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个 二手时间 刘老师这个印出来了 所以呢 现在咱这个约会应该践行了 可以先看看照片 这个有些朋友 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 你再看下边 这是上一本 他这个书讲的是二战的时候 二战时期的女兵 苏联的女兵 苏联女兵 听说有八十万到一百万女兵 一百万到二百万 一百万的 他这本书里面讲的是几百万女兵 有 你再看下边 这个呢 这就是这本二手时间的书 在各国的这个版本 这是德文本 对德文本 封面 再看下 这就是这本书 对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本书应该是波莱文的 你再看下边 这是俄文的原本 这是俄文原本 对 他这个封面是个什么设计 他这个设计 他和就是这个战争中没有女性 就是我是女 兵也是女人 我讲不清楚这个 我只知道是女的 这个 这两本书的封面是一样 它是苏联的时代出版社的 我的两本书的翻译 都根据这本书翻译的 这本书是应该是在俄语里面 是个全本 这个封面 它也比较有象征意义了 这就是二手时间 这个阿里克切耶维奇 他的一个特点 你注意到没有 他在这个领奖词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是有意想解释一下 他说很多人说 我搞的不叫文学 为什么得文学讲 很多人说我弄的是文献 但是他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他说可是现在 在这个节奏变化 这么快的一个时代 谁能说得清文学是什么 他就说一切都在跨出边界 就是文学和事实 好像都存在这个跨出边界 而且呢 他弄的计时 有些人说啊 要老是这种计时 像纪录片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切尔诺贝利 比如说二战的女兵 好像说会不会让人看得昏昏欲睡 我倒觉得 他是偶尔漏征容 他在一些平时的这种继续当中啊 有时候出来一个细节啊 能不能你给吓着了 你比如说他这个领奖词里就讲到 他就讲他写那个阿富汗参加苏联士兵 前苏联士兵参加阿富汗战争 他说有个年轻士兵跟他说 说你知道什么是战争吗 说前两天我的朋友被枪打中了头部 打中之后他还紧走了好几米 为什么 我觉得这本书里是不是经常有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东西 在这个那叫心皮娃娃兵还有这个战争中没有女性 我是女人也是女兵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还有这本书里面其实都贯穿着 他对苏联的战争时期的人的采访 从阿富汗战争二战 还有呢 是这个车臣战争 你刚才讲那个打出来捧着脑子 其实呢 我听说过我们的军队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往前冲锋的时候 一颗对方的这种 这种就榴弹吧 把头颅打下之后 血往上冲得很高 两米 继续往前冲锋 这就是人的一种惯性 但这种情景谁能写出来 苏联文学 阿雷克斯耶维奇 我觉得他这批作家呢 是唯一写出来的 其他国家的文学 你不管是这个西线户战士 我觉得 没有这种 没有写这样 就这样真实的残酷的 告诉你 战争不是游戏 没有苏联文学 我觉得太奇特了 就俄罗斯文学真的是 你比如说像他的文字 你说有多华丽 完全不是 很沉重 有些确实是 真的是太沉重 但是他的文字是朴实的 在写那些 很沉重的事情 他的整个叙事的方式 其实甚至是很魔幻的 他那么多个角度 那么多东西组织在一起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来 你刚才开始讲 什么叫文学 我觉得今天有时候 很多人对文学 那个想象太狭隘 觉得好像非得虚构 才叫文学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丘吉尔怎么办 因为丘吉尔得过 诺贝尔文学奖 他拿的 讲的主要作品 就是二次大战 回忆录 那那个也不能叫虚构 对不对 那其实以前我们 年轻的时候都读过 刘宁彦那个时代 就报告文学 最红火的时代 现在报告文学 好像过去了 比如说一直到 后来到了钱刚的时候 写唐山大地震 我觉得他呢就 他这个其实 某意义上是个报告文学 就是报告文学 对 但是呢 报告文学就能够让人看到 为什么他又是报告 又是文学 不在于他讲的故事 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在于他拿事实材料之后 你怎么去组织 你怎么去叙事 你怎么选择 你注意到谁 比如说讲战争 以前有谁讲战争 比如像刚才林斯讲那个 会注意到那样的场面 以前有谁讲战争 会注意到那些战争中 没有脸孔的女人 以前有谁讲战争 会看到那些棺材 该怎么运回去 这样的一些场面 没有 而且真是 他是这个 我觉得他这路子 就是是用事实 把什么道理都隐藏在里边 你就 你看我就记得 他写这个切尔诺贝利 我看过一个节选 就那个惊人的 就是说 当时前苏联政府隐瞒真相 这个附近的这个城市 还在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 成千上万的群众 在这个杀死人的高辐射情况下 举行游行 载歌载舞 最后那个领导人自杀了 听说是多少年之后 受不了内心的这种谴责 就自杀了 你看这个里边有太多 让我们感触的东西 他这个 首先我很同意文道说的 就是他这个所谓 苏联的纪实文学 在中国应该叫报告文学 但是他用的纪实 是文献的这个词 那么文学用的是艺术 这样的词 这个我翻译他 这两本书的时候呢 一本书是30年前 那个时候 坦率的说 作为一个小编辑 刚刚学了俄罗斯文学 出来之后 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没有好 我当时问你 他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名 你为什么要选择翻译 他那个呢 就是女人嘛 你也是 战争和女人加在一起 当时我是到这个 到这个内部书店 去翻进口到北京的 这个一本叫十月杂志 看到里面 这个作家完全没有名气 我只是看到战争 女人两个词 能够把战争和女人 联系在一起 就好像把死亡和女人 联系在一起呢 这值得一看 有什么你现在觉得 印象深刻的细节 你给我们讲一段 我的印象深刻就是说 让你触目惊心的 我触目惊心的 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就是说明 不是很高大上 但是呢 可能不叫畅销 比如说这个 二战的女兵 那本书里面啊 讲到 俄国军队里边 有一种 大家军队之间 咱们是男兵之间 有一种专门词 叫拜拜 这叫什么 这叫野战老婆 我们叫这叫二奶 这野战二奶 他们彼此之间说 说我们苏联人 是没有未安抚的 对不对 有些国家有 我们没有 但是这个女兵说 我周围全是男人 男人就是男人 他们上战场的时候 把我做妹妹 回到战壕里边 我周围就围着一群狼 就说所谓这种野战老婆 也是女兵 然后他说什么 对 他因为卫生员嘛 对 那么他说我呢 为了我的安全 我找最大的官 我给营长 你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苟且 或者是男女之间的事吗 他的高尚在哪呢 他的高尚在于 这位营长呢 我不爱他 但是我如果晚上不进他的窑洞 我周围的人 我就会被狼包住了 可是这营长牺牲了 又来一个营长 这个营长 我真的爱他 哎呦 你看这就是阿里克西耶维奇的故事和细节 他有一种特别 这个营长呢 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但是我爱他 战争结束之后 他一去不复返 给我留下一个女儿 他不能再复返了 他回到他的真正的家庭里去了 就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他是通过这些女人来讲 他就用的词 很普世 因为一个你像他口语能讲到什么 而且他不会像 他不会像什么 拿大萨 罗斯托瓦 这样的一种 托尔斯泰特笔下的那些人 什么托尔格涅夫 他就是讲话 而且这个细节里头 你能想到很多深意 对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杨广告 这个当时前苏联的这个女兵啊 我觉得真是 这才叫咱们说的战事的责任重啊 妇女的冤仇深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这一两百万呢 照这个刘老师讲 你看当时的女兵 问题是当时的女兵啊 她不光是卫生员后方的 她有这个狙击手 有侦察兵 有这个战斗员 有飞行员 战斗机的飞行员 你看这些女兵 这很漂亮 你再看下面 这些女兵啊 女兵的当年的这个这个照片 这身后是不是啊 就是你看飞行员 飞行员 这个你再看 这是当时苏联的女兵 再看 这个 你看我印象很深的 阿雷克杰耶维奇就讲到一个 就是说妇女的这个命运 他说卫国战争结束了 男人们去夸耀 他们是战争英雄 但是女人们呢 收起了他们的这个英雄证 收起了他们的伤员证 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另一场战斗开始了 他们要去建立个家庭 我觉得这是 很难建立家庭 从战场上回来的女人呢 他们不像从战场回来的男人 当时从战场回来的男人呢 哪怕你是残疾 就像这本书里讲的 那乡村女人推着小车 巨街啊 家里没有男人 他希望有男人的味道 可是女兵回来之后呢 受到歧视 找工作找不到 回到村里边 人家说 你看他跟男人打过仗的 就是说 就是说整个这个女人 还嫌女章 他从心灵上 他从身体上 还有他整个社会对他的歧视呢 是相当严重 他 他这个真是不要写什么 什么作雅舒辣的故事 这里面讲的真实的女人的痛苦 就是那本书里面 你看在这个 格罗斯曼 就那个生活与命运 包括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 还有很多前苏联的作家身上啊 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灵魂 哎 这种灵魂 咱不能说中国人就没有啊 但是我总是对俄罗斯的 这种作家的这个灵魂 感触非常深 非常沉重 你觉得他好像背负着这个民族啊 这个这种苦难啊 你看到现在俄罗斯按说 也是讲究享受了 搞市场经济了 但是你看他那颗灵魂啊 仍然在追问 甚至有一个人就说起过 就是说他去采访有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说 我们干什么要奢侈的生活 对 是吧 没有苦难 我们怎么可能有灵魂的 这种什么升华 哎 闻到你觉得这种灵魂是什么呢 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谜题 我听很多不同的讲法 有一些别的国家的作家 就形容俄罗斯的灵魂 所谓的灵魂 是不是啊 比如说会追溯到 他们东正教的关系啊 有的人会追溯到 是不是因为他的那种天寒地冻 比如说西伯利啊 你比如说走铁路的话 八天 那个景色是重复的 你会觉得有一种 无所逃于天地间的那种压力 你你无处可走 那种那种悲哀 是地理环境跟天后就会让你悲哀 有人这么讲 但我也不太清楚 但你就看到俄罗斯文学是有个腔调 是有一种他独特的一种 就别的国家文学 你一看你就比较的出来 比如最明显跟法国比起来 分别太大了 但你我也没办法准确形容得到 是怎么来的 你能意识到什么呢 我同意闻到刚才说的 它有一个民族性 它取决于这个民族生长的一种环境 当然它和它的宗教 和它的一种人性当中 甚至是血液 我想都是有关系的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族当中 它有东欧斯拉夫人 也有蒙古人 它的这种脾气当中 有做奴性的 又有做暴君的 就像马克思说 说俄罗斯就是一个停滞不动的达达 其实它原意叫蒙古人 我们看成达达就是蒙古人 当时在这个金藏汉国统治三百年 但是俄国人呢 他同时又有一种宗教的情怀 这宗教的情怀就是 苦难就是美丽 这家伙真是 悲壮 就说你们西方人 你们法国人很轻飘啊 你们总统就随便和一个女人 这个全国人民拥护的 我们不行 我们任何一个作家 不仅仅是你的书高大 你人也要做的高大 这就负担很重 你说你文涛 你本来你这个节目做的很好 然后人要求你做人 和你做节目一样 俄国人有的时候要求 比如说别林斯基 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 你要是好的理论家 你必须人格也好 法国人无所谓 卢梭 我可以是说 或者我怎么搞都行 这个培根 说培根是大坏蛋嘛 但是行 这就欧洲人和东方人 这是道成肉身的传统 对啊 他要求你 就跟要求耶稣一样嘛 对啊 你炫养什么 你就是什么 生活的很沉重 然后俄罗斯当他 当他破败了之后 他们喝酒 喝得明明大醉 喝假酒 去上个星期 有一车福特加 在俄罗斯新闻当中 撞车翻车 农民们抢福特加 他们全是假酒 可是他们喝假酒的 他们还想什么 我们俄罗斯的命运 我们俄罗斯是个强国呀 我们在世界上 怎么都没有俄罗斯呢 这就是俄罗斯人 很奇怪 而且你看 这个阿里克希耶维奇 他还老讲一个 他说俄罗斯文学 之所以有趣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唯一能讲述 一个大国 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 他就说 我经常被人问 为什么你总是写悲剧 因为他觉得 你看这跟咱们中国 想比较很有意思 他觉得俄罗斯到今天 还有一种人 他叫做红色的人 对 就当年苏维埃 而且还有苏维埃 那样的记忆 而且也看不惯今天 这本书的 这本二手时间的副标题 就是红色人类的终结 当时我想把它 作为副标题 后来我看了他 五本书之后 我发现 他这意思就是说 我从此 乌托邦五本 红色人类的书 这本是最后一本 他这个意思 而他确实是写了 红色人类的终结 他说我是红色人 这是一个红色人 还有一种 他叫 他叫苏联 他叫他俄语 叫做 Sork 就是 我怎么翻译 我把它翻译成 苏维埃 后来我翻译成苏联分子 就是他有点蔑视 就好像你说 犹太老美国老一样 他们说 我就是苏联分子 这个苏维族 或者是苏联族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人 他这个特定人 就是说 我 就是一个 就是从脑子里到身心 我就有感情 我就是怀念 我就是折不掉那个苏联 我就折不掉苏联 我为苏联人痛苦 苏联很穷吧 我是穷 但是我为他骄傲 那他对今天的俄罗斯 是什么感情呢 对今天的俄罗斯 他认为 他认为是这个 暴力资本主义 认为是中央情报局 搞 把苏联给 给搞垮了 认为 戈尔巴乔夫 是共计会 但戈尔巴乔夫 到底何起人呢 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 科里姆林公的 退休官员 他在接受 作者采访的时候 说了半天 最后说 戈尔巴乔夫 到底是谁呢 老实说 我至今也不知道 他到底和叶里钦 演的是哪场戏呢 我至今也不知道 这就是个悬念 所以这就是 我联系上 但有人说 戈尔巴乔夫 是共计会的 说亚科夫列夫 就是当时他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推行公开化的 还有叶里钦 但这是查无实据的 可是他们 有人说 他是拿中情局的钱 有人说 他是这个共计会 有人说 他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 这里边讲 他叫 我开始以为 他叫60后 其实不是60后 他里边有个叫 他这个60后 不是我们讲的你们 或者是60后70后 他是60后 60年代的那批精英 知识分子精英 苏联共产党精英 他说戈尔巴乔夫 是60后的首领 那么我认为 这是比较贴切 就这也是一种改革 就赫尔巴乔夫改革之后 承担起来的一代人 他天真 他希望维护苏联 但后来失控 我认为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 是这样的 你这时候 他是共计会 那个太有点太扯了 有点太扯 而且我觉得像他 特列歇尔巴乔 跟其他那些 当年的苏联作家 俄罗斯作家 让我最觉得奇特的地方是 刚才临时讲的太好 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这个民族 我们历史上看 很多人都常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给人感觉到有奴性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这么批判 而且早年马克思主义者 就很认为 俄罗斯人是需要改造的 因为觉得他们骨子里 有一种被奴役灌的奴蟹 从金藏汉国 一直到沙皇政权 但是他又有强国梦 对 他是 还有上帝选择的民族 他也是上帝选择 没错 因为东正教 我们知道后来 本来是中西是军事坦丁堡 对 但军事坦丁堡 被奥斯曼帝国占领 消灭掉之后 他们那时候 莫斯科甚至有人认为 自己是新的罗马 对 新罗马 第三罗马 第二耶路撒冷 他有这种想法 什么样的民族 我们先续下广告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说他们有奴性 有威权性格 有自大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民族之中 又总有一小撮人 那撮人又被他们认为是英雄 这撮人是怎么样 好像永远没放弃过 追问自己 折难自己 以及折难自己所有同胞 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同胞 你像杜斯托也夫斯基 甚至托尔斯泰 然后到现在他 就俄罗斯 你知道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 在西方语言里面 最早就来自俄文 对吧 那个概念就来自俄文 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 比如是讲公知 你应该怎么样 对社会要怎么样 对政府要有什么看法 对老百姓要什么批判 这种想法 其实是俄罗斯根深蒂固的 就他一方面是这么一个威权的 一个民族性格 但是另一方面 又很盛产这类型的作家知识分子 你比如说像阿雷克西耶维奇 就总是你们都忘了什么事吗 我来告诉你们 几乎像圣经的先知那个样子 可是他告诉你的内容啊 让你不得不服 问题是 你觉得这个这家伙历史 他就是一个一个人 生活里普通的人 士兵女人 他的讲述 涓涓细流 汇成这个一部壮阔的大河 这真了不得 主要是精神力量 虽然我当时我在刚获奖的时候 很多人来采访我 我说首先呢 你们不要把它当成畅销书 不是这种词上经书 这样的畅销书 第二呢 你如果真是喜欢文学 特别是喜欢思考 建议读这个书 他这个思想的力量很强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翻译这个过程当中 我翻译了这样的书 我认为 就是现在人讲的毁了三观 这毁了你什么三观 你这个人生观方面 受到很大的触动 为什么中国现在 在这个人追求奢华 追求奢华其实是人的本能 对啊 但你追求奢华的时候呢 你要想想奢华之后是什么 我们可能没有想到 人家想到了 甚至人家没奢华之前 人家有时代你过了之后 一片都是空虚 这里面讲一个叫空虚的 这种诱惑嘛 你空虚之后 人生到底是什么 你家里是供个圣像啊 还是这里面讲的一个女人 就是用中国人看比较变态 他们俄国女人有一种特别喜欢 体谅会去爱受难的男人 从十二位打算开始 你文涛 那个文道 你们在这 高高在上 他不在乎 等你进了监狱 加个小包看你 到了监狱你可以登记结婚 这就是俄国女人 她的这种情怀 你说是宗教情怀 想嫁给耶稣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咱们是夫妻本是同名鸟 大难临头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还有就是说 我们觉得普通人 其实当你有思想的时候 当你思考人生的时候 当你这里面还写了很多自杀者 你刚才说有个元帅 为什么自杀 对 他是元帅 他是苏联总参谋长 九三之后 九三之后 这个元帅呢 他自己叫阿赫罗梅耶夫 苏联元帅 在克林姆林宫的办公室自杀 当时他讲得很全 他为什么自杀 他给戈尔巴乔夫检讨信 他本来啊 他本来是戈尔巴乔夫说 你到那个黑海休假去吧 一听说89政变 同志给他写信 他跑回来了 跑来就和这个戴总统 说我给你做点什么其他工作 后来戈尔巴乔夫说 他也给戈尔巴乔夫写检讨 政变失败之后 他在这个 这个克林姆林宫 自己的办公室自杀 那说明你想一个人自杀 他肯定他 他觉得这个国家完了 然后后来他这里面 揭露他当初是和美国谈判的时候 他说我跟美国谈判 谈了导弹什么 多少公里 那我们跟美国人谈的我们大国呀 你最后一下子 戈尔巴乔夫我这边军方没谈完呢 你那边已经跟美国达成协议了 把我们军方出卖了 我们一个大国颜面全没有 他认为如果活下去 这个时代也不是我的 没错 后来果然就不是他的这个时代了 那他是属于后来 当时是被人们都比较蔑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了 这个书里面对他 这个书好就好在 他不对任何的事情 作为一种 政策上的标签评价 当然你自己去体会 一个能够献身于自己理想的人 他是阿富汗的老兵 但他们这些苏联人 就恰恰不同意侵略阿富汗 这里面很矛盾 充满了矛盾 这就是这本书的矛盾 沉重啊 对 很有意思 好像通常都是 有很多国家 比如说那种不该打的战争 实际上最后要只回坐 再拆